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有减零五个人 容易动怒 动气 先以观察阴厌的人 就较容易在立冠无误 无人的事情 恒惑 贪 清 重的烦恼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旧境点面来说 旧无有麻价 无受力价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虽然也无法提前无误 抗生的真理 但是只要透过不断地分手 加顺势 旧无人可以降下我们的烦恼 旧我们渐渐 脱离五指 感谢您的烦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您的烦恼 保随后时 让我们的心 依佛性胸应 合逸 随时保持各切 但才能够趁着体验正確的希望 感谢您的烦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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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心情 欢迎心情 感谢您的烦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您的烦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您的烦恼 在公历的你 Having had a sagen 스트档 照顾 sunflowe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SAY Ciji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stat femmo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ablando栏目 均视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stat seni 吃市 明镜与点栏目 Yic Hello 实在 tier佬吃中公开 心其实没什么好掛给的 也没什么好买害 虽是安住在公带的抗生中 让心存在绝对的冷静 感谢观看 一切块 都只是一个命令氨粒 所有的衔性 都是由银银合合所行 感谢观看 根本上无所谓的抗 一切的禄抗原 这就是一个实在的无边存在 感谢观看 我们要以抗生的地肥关销 以金光伴累去补兜一切 感谢观看 念想看在波罗密度间的时候 应该要随分立观 改善办法 苏为康母祖先的苗栗 感谢观看 以抗生的角度 照见组合的时候 若又有一个歌 跟我所相对的境界可言 一切 只不过 传承看电影 感觉 独幻独幻 演习 直直直 演习 直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友 以抗生的地肥来减 这可以带着 沾档无名 作断 我们祖师祖祖祿的五日 并且 以处发展 无限的大自比心 寻人的心情 开看 灵性 将可以解析搜罚 第一开店 正在祖祖祖祖祖 好 爱情度主意的 贪、清、七、丁环绕 在当地道 真正的大祖宅 跟大街团 贪、清、丁环绕 贪、清、丁环绕 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贪、清、丁环绕 为有境界律在的思维 放棄君亲帝国的探亲一年 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贪、清、丁环绕 参与 中国的公元,来自他对一切的办法是最无了解 因此三生种种的接触 以及贪、贪、清、七、三特定富民的证书 放好部位的接触 按住抗生时尚,领先这些状态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如何精度烦恼呢? 爱经常思维 观修主发抗生 随时观照抗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果以抗生的角度观察主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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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能够有如初的情理跟说 拥有元气无误 元气成功的整体整件 如果这样也就了解如何逢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康盛苗栗人将因缓看不到情理 也因缓看不到初期的图 有才是不对 当然 退后做坏 康盟组成的情理事 这些是我们真正正在祖基的事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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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悟致也成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广大书盛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举办不动佛法会 宫勤 金刚上师 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7月12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10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购目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不动佛超度法会 宫勤 金刚上师 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7月1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兰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 05633 1565 05633 1565 据说在明朝的安徽营庆寺 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时 常驻会派给每位僧人一个月饼 然而有个小沙咪肚子饿了 准备拿起月饼充饥 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很饿的小狗 不停吠脚咬尾巴 绕着它转并起食 小沙咪屡挥不去便踢了一脚 小狗因此哀嚎逃开 小沙咪顿时后悔 我饿了才要吃月饼 他不是也饿了才够 你跟我讨东西吃 为什么我要替他一脚呢 于是就把狗找回来 拨半块月饼 分他充饥 自此时光顺势 小沙咪在六十九岁时 已是位老师傅 掌管大殿香灯师之职 而当年的那只小狗 也转世为人做县长 有天 县长前来烧香 众师将寺内外打扫干净 并于山门外欢迎县长 见大众师傅对他毕恭毕敬 县长欢喜不已 谁知露殿后 发现殿中香灯师没迎接他 一怒之下 明侍从打他三十大板 回县府后县长心想 嗯 道四拜佛 本为植府 应对三宝恭敬 没迎接也就算了 怎么可以打三十大板呢 植府不成 反罪过弥天啊 为补偿这个过失 便建造一所小寺院来供养香灯师 香灯师闻后心想 哼哼哼 在寺里已经被打三十板了 过去修行 可能被打到连命都没了呢 于是怕得不敢接受 此时 住持和尚是位具有慧眼的正国圣人 告诉他 县长的前世 正是那只小狗 并将前因后果一一告之 香灯师才肯接受县长的供养 最终于三年后 七十二岁时 原籍 因此那时的丛林道场流传了两句名言 一交三十板 半明共三年 由此可知 因果报应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若明了因果 自会仅剩三叶 进而断恶修缮 即是学佛的第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他 marathon 神学佛的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小谷 20名字幕志愿者 237 22